我小孩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了 让不让孩子上学 还是专学儒家的教育 我是学习地质规的孩子 我怎么样做才能改掉习气毛病 为什么习气毛病来的时候很难克服 我们怎样去克服 很难还是要克服才行 不能说难就不克服 难是什么呢 习气太重了 你已经几十年养成了 现在一下就把它断掉 哪有那么容易啊 你多少年养成的习气 还要用多少年才能把它去掉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 要有狠心 不要害怕 时时刻刻警惕 这个很重要 那警惕谁来警惕你 只有天天读经 天天听经 才能提醒你 没有人提醒啊 转眼就忘掉了 进阶现前老毛病就有发了 这人之常情 不是你一个 所有修行人都有这个毛病 这是长时间 自己要坚持 决定不放松 要认真努力 才行 弟子规 是改正毛病最好的方法 一定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落实 至于小孩到了上学年龄 你不让他上学 违背了国家的法律 你不让他上学 你怎么教他呢 那你都有个好方法教他了 我们也想到这个问题 很多家长来给我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决心 想在中国办一个学校 我们这个学校呢 从幼儿园办起 一直办到大学 这个里面呢 着重能力道德的教学 特别是在幼儿园跟小学 这个比例占得很大 到中学以上 再慢慢才开放了 接受一些科学技术的教育 总之 我们这个 这个能力道德的教育 是我们的特色 那么现在这个筹备 正在筹备期间当中 学校可能是下个月开工 我们预定八月开工 应该是到一年到两年 才能建好 这个地点是在山东清云 为什么到那里去呢 那个地方的领导太热心了 我们被他感动了 他说这种学校啊 应当在山东办 山东是孔老夫子的故乡啊 你怎么不能不到别的地方去 非常热心 我们真的是被他感动 所以就决心呢 在他那里办 那么消息传到神里面去了 神里面就不高兴了 这个是大师 怎么可以在你这个小县分办呢 是不是 所以神要真 真的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接种办法 就是幼儿园小学 大概初中 在清明班 那么高中跟大学呢 那就听省政府的 这个这个 听他们的意思 可能在济南 我们也很想在渠富 渠富是空老夫子的老家 那看将来他怎么样 跟我们配合 所以我们决定办这个学校 将来我们的学生 统统住学校 就不受任务 我们一定是 严格的来管理 希望这个学校 要能够见得 见好 就确实产生良好的效果 希望再向全国其他地区来推动 就我们有这个做法